開始的時候 首先畫眉 眉我就跟著自己的眉型 通常都是填一些洞洞 盡量以自然為主 眼影的部分 我首先用了黃色眼影 塗上整個眼蓋 然後用橙色眼影在外面的位置 做一個輪廓的陰影 之後突出眼的輪廓 我會在眼頭的位置掃上米白色的珠光眼影 然後用啡色眼線筆畫外眼線 然後用黑色眼線翼畫一條很幼細的外眼線 眼尾部份微微引出去就可以了 完眼睫毛之後 就可以貼上一個比較誇張的假眼睫毛 然後用眼線筆填中間的胸隙 再上上墨膜就OK了 想營造一個比較自然的效果 我會用眼線翼畫一條假下眼睫毛 陰影方面我會用重手一點 塑造一個輪廓 去突出整個妝容 我選用了橙色的胭脂 去配上嘴巴和整個妝容的造型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在陰影的上升 在陰影的地方 那可是應該是很像 在陰影的地方 在陰影的地方 一塊兒 對陰影的地方 我選擇了 可以選擇 在陰影的地方 在陰影的地方 有一處 你先試騰 你選擇 最後塗上一個橙色的唇膏 整個造型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